我們看看第五題 第五題呢 跟薩威奈菲第四題其實大同小異 微不一樣的地方是 它長得不像橢圓的圖形 這是方程式嗎 所以既然長得不像就怎麼辦 想辦法讓它像 對不對 就怎麼辦 第一件事情幹嘛 起碼下面這個事實啊 X平方加4Y平方等於16 通通除好 除16 可以解釋為什麼除16 除這平方變成16分之 X平方加4Y平方等於1 因為其實我需要 大家為什麼要除16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就是我希望 後面那個長數的部分變成1 所以通通除以16 會啦齁 OK 所以這個也是一樣 馬上找到答案 中心點多少中心點 就是00 然後這個圖呢 是長什麼樣子的呢 這個圖 是水平比較長嘛 對不對 因為是X的部分比較大 所以我一樣算出來 我的A多少 A A平方等於16 A等於4 所以很明顯的長左長應該是8 然後B呢 應該是2 我們該把這個寫上去 就比較好一點 所以一樣把C結束完 然後呢一樣 A平方等於B平方加C平方 所以我結束完C 16等於4加C平方 所以C就等於更號12 偏留著 好 所以馬上可以找出來答案 首先第一個 中心點是00 好 所以請問你 頂點 會不會有頂點 這個我就偷懶好不好 頂點我就不寫了 總共有四個答案 我就不寫那個什麼 長軸頂點短軸頂點 直接告訴你答案 好不好 我已經知道這個總機 中心點是00了 對不對 所以一個是A 一個是-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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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呢 B的話是2 對不對 所以一個是02 一個是0-2 一個是4的答案 對嗎 聽不聽懂 因為是水平的部分比較長 所以是那個長左的部分 加A-A 喔這寫錯了 40跟-40才對 sorry 40跟-40 X的部分加減4 然後另外一個是 Y的部分加減2 好 是頂點的 那麼 呃 焦點的話呢 焦點 可以直接寫 因為我知道它是 根號12 所以是 X是問加點根號12 所以應該是 一個是 2根號3 0 另外一個是 -2根號3 0 因為根號12 就是2根號3的意思 會啦齁 好 然後長軸 就是2 所以是8 短軸呢 2b 就是4 最後一個 正交線長多少 就是 2b 平方 所以等於 4分之2 乘2的平方 所以 就是2 OK 好 這個禮拜寫上去吧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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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